海底世界有许多保障 全球珊瑚礁正以极快速度遭人为破坏 其中东南亚地区最为严重 2015年私子会到刁曼岛展开重建珊瑚的工作 为珊瑚带来重生 刁曼岛或是这是一个旅游区 所以有很多浮潜的游客跟减水的减水员到那一边 那时候我们对珊瑚的保育跟珊瑚的认知后 会有财在珊瑚或是触碰珊瑚的行为 他们在游玩的时候去到珊瑚 种植珊瑚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把这个破坏的珊瑚把它种植回来 我们要减低自然珊瑚的依赖 我们可以带他们去到人工种植的珊瑚 我们种植的珊瑚的地方是已经被破坏掉的 我们就在那边找到那些坏掉的珊瑚 把它种植在一个稳固的地方 在它慢慢地去重新地成长 是坏掉的那些珊瑚汁 然后我们把它绑在固定上来 它们就会慢慢地去繁殖上来 这个价值是两层 层四层 一个价值为单位 高度是看那个当时要种植的水深的地方 我们发现到就是离水大概是半公程是最良好的 我们种植珊瑚必须要潜水源 从2015年开始 是有两位石油 其中一位是我鼓励其他的石油产品 到现在已经无只为石油了 种植这个珊瑚需要两天到三天就可以了 第一天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铁架移到塞底去 我们把它敲在水里面 因为是沙滴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慢慢地敲 要敲到它稳固位置 所以敲这个铁架大概需要 在20-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